大約兩年前我們有分享一個影片 叫做開易開罐的蓋子 它是用一把特殊的刀子來打開這個蓋子 那麼我們有很多種形式 因為有各種不同的尺寸 所以它會用在不同的場所 像這個它不是鋁罐 它是鐵罐 當初喜瑞爾它是鐵罐 那個磁鐵可以吸 可是它的蓋子還是鋁製的蓋子 所以我們在開這個易開罐 其實就是開這個蓋子 那麼也有人分享它是用一般的開罐去 甚至還有用鑽的來切 可是我們國內那種用鑽的切 可以切得一般罐都切得非常漂亮很平整 可是對於這個易開罐來講 它這裡很薄 所以這個尺寸如果沒有去處理修改的話 它大部分的那種開罐器不能開 那現在我為什麼要用這個再做一次分享呢 那是因為我現在要做煙灰缸 因為上一次的影片 我們有提到煙灰缸 那麼那種煙灰缸 它是用水滴鹹拉滿的易開罐來處理 那現在因為我們國內找不到那種水滴鹹 所以我現在要做這一個易開罐的煙灰缸 那刀子呢我不用之前的這個刀子 我現在做新的刀子 做新的刀子 看得出來這是那個板手 這個板手 這個板手是6mm跟7mm的 6mm的這個板手 那這個是一般開瓶器 一般開瓶器 我現在要用這個開瓶器來開 這一個易開罐的蓋子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種材料比較好處理 而且也隨手可得 像這個是路邊買一支10塊錢 那我要做這一個煙灰缸 它是開 有開口的對面這一半 那因為我要做易開罐呢 我要開的這個切割的這個部分呢 不要超過一半 不要超過一半 所以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來切 從這個地方開始切 它的聲音很好很脆 這種切割刀子呢 它很容易處理 因為它是鑄鐵 跟原先我拿到的這個刀子呢 材料很接近 可是 因為它好處理 所以它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 比較脆 不小心的話 可能會摔 斷摔壞 然後呢 還有 就是說 它會不會比較容易磨損 開過幾次之後 會不會變成它就燉掉了 好 現在我要做這個煙灰缸呢 第一個先把這個拉環拿掉 這個拉環我們不要 就是直接把拉環拿掉 那 我現在因為找不到那種水滴型的易開罐 所以我現在不得已就是用這一種 不是水滴型 它叫做環保型的這個拉環 那 我剛剛講說 這個不要超過一半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我們要把它搬下去 讓它在裡面成為一個V字型 這個V字型的目的是為了將來 第一個它可以跨煙 第二個就是說它可以熄掉這個煙地 可是這一種環保型的易開罐它的缺點就是說 因為它還多了這一塊鐵片在裡面 那 以前它水滴型的時候 它有個特色就是說 那我們把這一個拉環 因為它是水滴型拉環是整個拉掉 它的特性是什麼 它的特性就是說 它的V字口 剛好超過這一個中心點 那因為我們現在用的這一種環保型的拉環呢 它的這個中心點 剛好在中央 所以它跟以前的水滴型拉環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這一種 它不但多的一個鐵片 而且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這個中心點 它剛好是我們拉環的這個中心 它不是一個缺口 早期的水滴型拉環 它的中心點是直接就拉掉了 所以它的缺口是從中心開始 因此當我們這一個V字型 這個鐵片把它沉醒了之後呢 中間會再拱起來 拱起來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方便 跨這一支已經點好的煙 那一般如果說我們用這個液開罐來丟煙蒂 沒有錯 我們是可以丟煙蒂 甚至裡面還有人會加水 可是這一種煙灰缸它不需要加水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煙一壓下去以後 它馬上就熄掉 就從這裡面壓下去它馬上熄掉 所以它幾乎不需要水 可是有些人它還是習慣有放水在裡面 好那沒關係我們換水在裡面 這一個煙灰缸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可以化一支煙在上面 它可以架在上面 而不需要說你那支煙 還要隨便拿在手上 或者掉在嘴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一開罐做起來的煙灰缸 那因為我有一個習慣就是說 這個鐵片壓下去以後 為了防止這個地方會有 傷人的這一個角度 所以通常我會拿一個金屬 會把它凹平 把凹平在裡面 這是我有注意到這樣的一個動作 好我們再繼續做 我現在這個已經做起來了 我現在用另外一個角度 用另外 剛剛我是用這個地方 我現在用這裡可不可以 這裡的開啟方式稍微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這樣子開的 它是這樣子開 一樣也可以開 那個聲音好清脆 對 好 一樣 我們把它搬下去 成為一個V字弦 換句話說 你今天做這一個刀具 它可能是做在這個地方 也可能是做在這裡 如果是做在這裡的話 它就是這樣子來開 如果是做在這裡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比較順手 那看個人的習慣 所以要做這個道具很簡單 就是你大概有一個5mm以上到67mm的寬度 然後厚度是3mm到4mm 我這個是稍微厚了一點 因為這一個開啟器 開啟器它的厚度的關係 我稍微有打磨一點點 那關於這個缺口呢 我們等一下會說明 基本上大概是2.5mm到3mm之間 那它的深度呢 是超過3mm到4mm 原則上大概就是說 你只要做這樣的一個形狀 做這樣的一個形狀 就可以來打開這個一開關 就可以把它切開 好 我們再利用這一支來做看看 首先我們把它拉環拿掉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這一個動作 或許是因為我已經很熟練了 所以它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它厚度稍微厚一點點 像我之前的這一種刀子呢 它比較沒那麼厚 所以要多咬幾下 還有更薄的 像這個是更薄的 還有只有2mm厚的 等一下再說這個部位 我忘了剛剛是用哪一支的 沒有關係 如果說要把整個蓋子都切掉 那當然是很簡單沒話講 可是現在因為我要做這個煙灰缸 為什麼要做這個煙灰缸呢 因為上上個禮拜 跟朋友去唱歌 陪他們去唱歌 那在這個包廂裡面 那個KTV的場所 它有準備這個一開關的 蓋子已經打開 讓客人可以放那個煙蒂 那當初我就有一個聯想 就是告訴那個經理說 我兩年前有放了一個影片 就是打開這個蓋子 那打開這個蓋子的特色就是說 它不會傷人 這個地方是很平整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但把它切開 而且還把它往下壓 因此這個地方是很平整的 它不會去傷人 所以它可以切得非常漂亮 我們這個一開關的煙灰缸已經做好了 雖然做好了 可是它跟早期的那種 個人的煙灰缸不太一樣 因為早期的那種煙灰缸 是用水滴型拉環做 所以它這個V字口 V字缺口是超過中心點 所以當我們把它彎下去 折下去以後 中間這裡剛好有一個V字型的缺口 讓你把煙放在上面 非常的穩 甚至於我們如果煙抽完了以後 壓進去它馬上就熄掉 所以我裡面沒有在放水 當然有些人他習慣還是放水 因為他習慣煙一丟下去就熄掉 可是放水它會很臭 那種煙臭 我個人是覺得很難聞 那因為這一種環保型的拉環 它這個地方不是剛好是對稱 而且因為中間這個點 會干擾到我們這個跨煙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還是喜歡那種水滴型的這一個拉環 只不過是現在我們台灣找不到問不到 也查不到 所以它已經絕跡了 像這種尺寸的一開罐 它也找不到 甚至於網路上搜尋 也沒有它的圖片 連這個圖片都沒有 那這個是喜瑞爾的 它的形狀比較矮 所以比較矮的它就比較適合放在抽屜裡面 你可以換很多東西 不管是你要換鈴錢 換螺絲 換很多不同的東西 像桌子 除了筆桶之外 我還會有一個是丟那種定數針的啦 細小的一些不要的東西 那當初為什麼會用這一個開罐器的刀子呢 早在民國66年 也就是1977年的時候 在船上 有房間裡面的抽屜 桌子的抽屜 有一支類似這一種形狀的鑰匙 那它的缺口剛好是長這樣 它的缺口剛好是長這樣 所以 有一天 無意間 就是剛好碰到那種易開罐 那當初的那種易開罐呢 它可能鋁片比較薄 而且比較脆 所以你輕輕一壓 它就裂開 然後一圈整片就下來 那後來 為了要讓它放香菸 把香菸架在這上面 所以只開一半 只開一半而已 所以第一支煙灰缸就是在船上做的 那個時候是1977年 那落地之後要是還給船公司 所以就在七十幾年的時候 就打造一支烏鋼的這一種刀子 那也是隨身攜帶 也是隨身攜帶 可是在平成元年去新白河見喜的時候 不小心摔斷掉 而且剛好是把這個刀腳摔碎掉了 那後來就沒有再處理 因為它非常不好處理 因為它是烏鋼 你鑽也鑽不動 你要磨也磨半天 那像這個是斷掉了以後 再處理這些刀具的時候 順便再鋸一個新的 再磨一個新的那種缺口 可能還要再處理兩三天以上 那這個是已經 雏形已經準備好 也要稍微再打磨 再加工 要加工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鋁蓋 它可能比較厚 比較硬 而且它可能比較有韌性 有延展性 所以不像以前那個 很輕易就可以把它分裂掉 那現在就要順便把它打磨成為一個 像硬鉤的那種刀 比較墜利的那種刀面 不但把它壓下去 甚至還帶切割 所以現在的一開罐不好處理 那因為如果說你也考慮要做這一種刀子的話 這個是板手比較硬 那這個是一般開瓶器 它可能類似於鑄鐵 比較接近那個鑰匙的材質 可是當初在船上拿到的那一把鑰匙 它的材質跟一般我們國內這種鑰匙的材質不太一樣 我們這一種還是比較脆 很容易裂開斷掉 那這個是稍微還好 可是它好處理 你要磨要鋸都方便 可是它也可能比較不耐用 可是照剛剛這樣的做 應該還可以用一段時間 還可以用一段時間 那至於早期的那種易開罐 它可能比較薄 而且它的水滴型拉環也適合做煙灰缸 那如果你不做煙灰缸 你管它是水滴型還是環保型 可是因為這個鋁罐 它的尺寸已經發生了一些變革 所以這種尺寸你找不到 還有就是說我當初在做這一個 它是960ml 960cc這種大罐 而且還是鐵罐 那目前國內都找不到 小的也找不到 高的也找不到 所以我要做這一個 免泡茶的這種架子 也沒機會了 那因為當初在日本的時候 把它摔斷掉 後來我回來 除了這一種刀子 它太大 形狀比較畸形 所以它不方便攜帶 那我還特別用另外一種刀具 也是斷掉的 它本來比較長 打彎 可是它因為斷掉 所以我會把它打磨成為一把刀子 所以它隨身攜帶 不管到哪裡去 我都可以開這一個一開罐的蓋子 那它就是因為寬度比較小 所以你要多搖幾下 那這一把就是它夠寬 所以你大概簡單幾下 大概花一半的時間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說你考慮也要做這種東西的話 不妨這個東西很輕易就可以拿到 鋸子啊 研磨棒啊都好處理 那在二十幾年前我曾經畫這一個圖 給這一個機械公司 精密公司 可惜他們都沒有幫我做出來 所以我只好這麼辛苦來做 那這個東西可不可以賣錢 當然要賣 可是它沒辦法賣什麼錢 因為可能這個東西不太能夠賣錢 用途並不大 只是開一個蓋子而已 可是也許將來做這種開瓶器 或者是開罐器的時候 也許可以在某個地方 把這一個功能附加上去 可以方便大家也可以把 如果說也考慮這個一開罐的罐子 不要隨手亂丟 不用回收的時候 也許可以再利用